哈喽大家好,我是郭大顺,嗶嗶顺,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给你们说一个小秘密啊 我第一次正视自己一个人去酒吧呢,是20岁的时候 当时我在酒吧呢,就碰到了一个男的 就四处打量我,他说,哎,请问你是签约艺人吗? 是男艺人吗? 我说,哦,不是,我是签约男空姐 所以你们别老觉得我自己自成男明星是臭不要脸哈 而且我给你们讲,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某经济公司的一个高层 真的是后悔死了呀 不过没关系啊,我现在自己折腾也拍了不少东西 认识了你们也算不错啦 所以说我今天也是会弄的特别的做作 作为人类高质量男性优质内裤大赏 我发现不能把这个线露着 把线露着就像客服人员了 waiting there on you 明天那个人气更要不去了 今天因为银行太累了,社长让我全开卖 船的我不行了啊,明天让给我后背吧 明天把eva让给他们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从青春期到现在呢,这几年里边 穿的比较好的一些优质内裤 那今天能上榜的呢,都是非常的优质 只不过他们会有一些小优点或者说小缺点 我也希望我这期视频能给在座的各位高质量男性 能给你们选择内裤的时候呢,带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参考 那如果你的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让给大家顺,搞设计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我都是自己真的是每一个都用过的 所以说它不是很精致啊 我也没有把它运得很平整 第一位肯定就是我自己一直在穿 穿好几年的这个CK 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特别的好看 而且简约 没有人能拒绝一个穿CK内裤的男孩子吧 但是CK我跟你们讲,它有一小缺点 就是说它有点小贵 而且它前面没有那种前开门设计 它跟鱿鱼裤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没有换内裤的话 因为咱们正常不都是三个月就得换一次吗 但是我基本上有的内裤我都要穿两年的啊 以后肯定改 我跟你们讲它会越洗越硬 而且要是机洗的话 这个内裤就很容易就垮掉 它比鱿鱼裤要耐洗一点 鱿鱼裤滚一边拉起吧 如果你能保证它是正品的话 它是完全不起求的 我买的都是美版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它有点太小了 第二个呢就是猫人家的 猫人家其实我买的一直都是他们家这个 最近这几年出的一个男士的内裤材质 就是这种冰丝质地的啊 朋友们你们来看看这能不舒服吗 特别适合夏季啊 干的特别快 出点汗啊 或者说下点雨啊 很容易就会晾干 但是你们又没有想过啊 它就是因为很容易晾干 所以说它特别的薄 你们知道吗 这个薄的话吧 如果你出一些汗什么的 你这个屁股的形状 它就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 而且我跟大家讲 我买了很多的颜色嘛 就这个颜色的话就太透了 太明显了 就不要穿这种颜色 就还是大家买个这种本本分分的啊 请大家遵守难得 买一个黑色的 买暗色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建议大家不要买三角的 我也不是说我有那个 我觉得我穿三角的比平角的好看 你知道吧 但是平角的我更建议大家 为什么 因为平角的话 虽然说它可能没有就是 看出来塑形效果那么好 但是平角的 它穿着不磨大腿根 这种三角的内裤 它真的很磨大腿根部 尤其像我这种之前高中是体育生 然后我是练下肢像我们的大腿屁股比较壮硕哈 所以说它一直在磨 磨的话真的很难受 女孩子应该能明白 有些时候它是能把你大腿根部磨得特别痛 会把你的大腿根部磨黑一点 它是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滑溜溜 而且出汗了也没压力 就是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壮的一个男孩子的话 建议你们去买平角的 买四角的 其实为了不磨大腿根部 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哈 最后呢我在网上找了这个澳元素的内裤 这个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给你们看哦 就真的这个有点吓人单看你知道吗 它就是这样子 全都是这样网眼的设计 主要是为了透气嘛 因为它可能这个用的面料比较多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 把它这个透气做得很好的话 可能会有点闷的话 它就是一个不磨大腿的一个设计 专门为我们这种比如说你有健身的习惯 或者说你大腿屁股特别壮硕的人设计的 我是因为大腿太粗太壮了 所以说没办法 但是这个产品确实是 真的是看着有点吓人 你知道吧 它就是大腿的内侧 它是有一块布这样的 对吗 外侧的话是这样的 是镂空的 所以说你穿上它的时候 特别像Beyonce 它这款还是挺舒服的 就是出汗的时候呢 它容易这个底下的这个边 容易往上滚 就还是磨 所以说你就真的很羞耻 我跟我朋友出去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 走着走着他们就说 哎你怎么了你在抠什么 我其实就是把这个袋子给它拽下来 要不然它磨大腿里头 而且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拍摄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夏天嘛 然后就拍外景 拍那种露营的镜头 最觉得是什么呢 我的那个拍摄的用的裤子 是一个运动裤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跟你们讲 穿这个内裤 不能穿运动裤 那种大松腿的 你会露出来一个黑边 只要那些人看到我露了一个黑边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这人看着文绍绍的 其实私下倍率比玩很大呀 下一个呢 参赛选手就是我们的这锦 我之前知道这个牌子 也是在网上认识的 这锦这么文艺江南的俩字 放在一起 我跟着想我也没想到 是个内衣内裤品牌呀 而且还超舒服 超好穿 我跟你们说说 这款它为什么入榜 大家也能看到 它是双面 然后双色 而且它是无痕的 所以说也不容易有那些线头 祈求啊这些问题 而且大家看 在这个光的面前 它就像一块反光板 上身特别的柔软 而且贴身爽滑 摸起来就特别的显贵 就特别像古装剧里用的那些滑服 主要它显贵吧 你想送人内裤的话 它就特别合适 但说回来 它这个颜色设计也确实是精美精致 那我也想跟咱男性同胞说一声 它也是非常的耐磨 它真的不磨大腿 根部不磨大腿 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洗内裤 女孩子应该都是拿手 就是揉搓 对吗 但男孩子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都是用洗衣机洗的对吧 我饭懒的时候 我把它用洗衣机洗 它也不会起球 实话实说 我以为这个料子它会很娇气 但没有 大家也知道 我的工作是需要经常动或者说静 所以说无论是我做哪种工作的时候 这条内裤都是最近陪伴我最长时间的 这个我是真推荐给大家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希望它能出一个纯白色的 大家也知道 我很喜欢穿白内裤 那下一款是之前接过广子的一个叫阿菲特的一个内裤 阿菲特的这款设计的也是非常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不可能接广子的朋友们 大家也知道 我这是很有原则的 最好的一个设计就是说 它是算是枪弹分离 咱们男性关键部分的里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沙网 我们下期待的设计就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